蔡文的博士是假的 蔡文的博士 我跟彭文森讲的一样 以我做二十多年的教授 省过多少的博士认为 我打包票 蔡文的博士是假的 我也不妨告诉你 我已经拖我大女儿 到伦敦大学的图书馆 已经印了1983、1984、1985 三点的毕业生名册 都在我的手上 没有蔡英文的名册 喊啊来狗人 蔡文一定是当时候论文写不出来 或者论文写得很差 口试没过 现在LSE 伦敦政经学院跟伦敦大学分开 所以伦敦政经学院可以独立发 博士证书 可是蔡英文那个时代 1983、84、85 LSE政经学院是隶属于伦敦大学 所以只有伦敦大学发博士证书 我讲的这三年 只有一个人 LSE送给伦敦大学 后面说No 不是Yes 只有蔡英文啊 那个人叫蔡英文啊 骗不过人的 所以蔡英文没有拿到伦敦大学的博士证书 是必然的 充其量 他就是LSE的 就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候选人 他绝对没有博士 可是麻烦出来了 这一点蔡英文一定要坐牢 为什么 蔡英文1983年回到台湾 他竟然没有博士学位 他竟然做了政大的客座教授 还指导学生论文 我还去教育部查过 他领的薪水 是副教授的薪水 而教育部 一直到1986年 1月15号 才颁给蔡英文副教授的聘书 这是教育部自己说的 已经被确定了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你1983年 到1986年 1月15号之间 你没有副教授资格 严格来说 这讲实力 你领副教授的薪水 这个是什么 这不是贪污这什么 而至于让他领这个薪水的政大 跟当时的教育部 都是什么 都是图利啊 图利独子 蔡英文是贪污 炸米公款 这个叫炸米公款 这个严重 这跟我当年抓 陈秋冰国务纪要费 也是一样的哦 陈秋冰说 我只是把我们家的勇哥 饲料用工费去买 那怎么我也贪污了 这也是贪污啊 那蔡英文 炸米公款 当年李庆安 因为双重国籍 对不对 民调不是用这个方式 说他贪污吗 炸米吗 一样啊 你蔡英文更严重啊 你不是炸米公款 你炸米副教授的薪水 你没有副教授的资格 我先不论后来 你至少1983年回来的时候 到1986年1月15号 教育部给你聘出这一段 两年多三年 你是炸米副教授薪水 所以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查到 这件事情 不是证明蔡英文 不是是假的 没有 不是论文以外 最重要的是 炸米副教授薪水 这个叫做贪污 这个蔡英文 非坐牢不可 逃不掉的 所有的妖魔鬼怪 就等着看了